各位同学,你们好啊! 又来到开心星期五, 我礼物小姐和大家在专柜冲委会见面啦! 各位同学,我今天呢,会为你们送上一个故事, 加上两份礼物这么多的。 好,那事不宜迟啦! 第一份礼物呢,就是Nikki时圈万用小袋, 同学需要用Smart Points一万分换领, 名额有三名。 那这个万用小袋呢,是蓝色的, 而上面呢,就有一只好有趣的老虎, 那只老虎呢,是黄色, 再混一些蓝色的斑点。 那而另外,它更有一个好实用的时圈, 可以方便同学跨在腹袋, 跨在皮带, 或者跨在自己的袋子上面,都可以的。 好,那我又介绍一个狐狸与老虎的故事啦! 那我看见一个袋子呢,其实呢,老虎呢, 就现实生活中,只得黄色, 而这个袋子呢,你见到它呢,是黄色和蓝色的。 那咯,从前咯,一只狐狸呢, 它呢,就开始有游家咯啦! 那就将红色,不停游,不停游, 那只老虎好恶,这样看着狐狸, 而狐狸呢,就跟老虎说啦! 老虎老虎, 你千万不要生我啊! 其实我是特意的! 为什麽我特意? 因为呢,我帮老虎你游了红色, 那谁人见到你都害怕啦! 那你还不是万寿之王吗? 老虎听到狐狸那样说, 又觉得刺层层, 又是哦! 那呢,它又没生这一只狐狸, 跟着还很开心地, 去到这个森林, 清黄清白, 然后,谁人见到它红色, 其实见到它, 觉得它像一只怪物而已, 所以谁人见到它都躲起来啦! 那而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听, 唉,我们如果有多点智慧, 就不会乱伤人家说话啦! 如果同学, 你们都想拥有这个那么有趣的Nikki, 时圈万用小袋, 就记住用你们的Smart Point 一万分换它回家啦! 顺便可以讲这个故事, 给你同学听嘛! 第二份为同学介绍的礼物, 就是Smart Education文件夹, 同学需要用Smart Points 一万二千分换领, 名额有四名! 这个Smart Education文件夹, 用途多多啊! 而在上面印有几个标志, 我都非常之喜欢的! 第一个就是, My Smart ABC, 第二个, My Smart 123, 第三个, My Smart Chinese, 还有My Smart Readers, 这几个标志我都非常之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天天都会上去做功课的! 对啊, 如果家里有这本电子书的话, 那我的书柜就不会整天没位啦! 好了, 那我又告诉你这些标志有什么实用啦! 每一天, 老师都会叫我做功课的! 如果是纸上的功课, 我每一次做完, 我都会放入这个标志, 然后呢, 记住用你们的Smart Points, 换他回来了 好了 各位同学 今个星期的专柜聪泳会 我礼物小姐 又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